大家好 2022年12月30日星期五 今晚最新鮮出爐的新聞 就是人大釋法 針對黎智英案 究竟黎智英可不可以請海外律師來代表他 這個問題 人大會不會在今次常委會釋法 會啊 不會啊 過一段時間反反覆覆傳出很多不同的消息 最終今晚就有一個定案 據央視傲晚報道 就說人大常委會已經釋法 處理了這個問題 然後特區政府也出了新聞稿 詳細解釋人大常委釋法的決定 然後今晚九點半 李家超出來見記者 回應記者的提問 我自己就看了李家超的記者會 然後再坐下來拍這條片 高度總結這次人大的釋法 我認為呢 結果是有些出人意表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我用李家超的說法 他剛才九點半見記者的時候 就非常之多謝 非常之支持這次人大常委的釋法 他就說這次人大常委的釋法 重要性在哪裡呢 就是他釐清了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能 究竟有什麼的權責 有什麼角色 他說隨著這次的釋法就很清晰了 所以是很好了 這個是李家超今晚說的 但是我想提一提大家 在較早前 李家超首次出來 說要提請中央釋法 他當時是怎麼說的呢 他說這次釋法 他希望中央可以透過這個釋法 去釐清一個問題 就是那些在香港沒有全面執業權的海外律師 究竟可不可以參與國家安全案件的審訊 他的問題很清晰 但是結果呢 現在他說這次釋法是處理了國安委的職能 國安委的權責 並沒有 反而並沒有 他原先提出那個問題 究竟海外律師可不可以來處理 國安法的案件 其實人大常委呢 並沒有給一個 是或者不是可以或者不可以的答案 嚴格來說呢 人大常委 他是有回應這個問題 他怎麼回應呢 就是你們自己去搞 按這個國安委的職能 按這個特首的角色的權責去處理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兩個聘在一起 覺得會不會是有點諷刺呢 我不知道李家超 或者一些特區政府高官 尤其是是律政司司長和定閣 會不會懂得敵寒呢 就是老闆覺得這個問題應該是你自己去處理的 但是你現在竟然要我去 說我去搞我人大常委釋法 而最後呢 人大常委給的答案呢 簡單來說也是 麻煩你們自己去搞掂它 就是一個這樣的一回事 那麼 律政司司長林定閣呢 確實是做得不好 有什麼理由 針對人大釋法這個 的重要法律問題 今晚九點半出來見記者的 只有李家超呢 是不是臨定閣起碼都應該 做報警板都要幫住 李家超呢 是不是 而事實上 如果處理人大釋法這些問題 沒理由沒有律政司司長的角色 這個就是高度總結 再詳細可以再講一下 看法 前律政司司長梁愛思 當天就曾經寫過文章 就說他不認為要針對這個問題去釋法 他甚至拋出一個問題 就說如果你說要釋法 那麼 釋哪條法呢 你要哪條法 現在國安法要釋啊 他拋出了這樣的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一直都沒有答案 包括提請釋法的李家超 都沒有辦法提供的答案 不過今晚呢 就有了答案 因為人大常委的釋法 就很清晰 就釋哪條呢 就釋兩條的 就是國安法第十四條 和國安法第四十七條 十四條就是講 香港國安委的職權 而第四十七條就是講特首的角色 我呢 現在呢 會詳細去講一下 究竟國安法這兩條條文講什麼 和人大釋法呢 他那個內容講什麼 那大家拼在一起呢 就會看到一個很清晰的圖畫 究竟今次整個釋法 特區政府出了什麼事 那所以就麻煩給少少耐性 聽聽傳聞 那首先講呢 現在釋的第一條法 國安法第十四條 他就是講這個國安委的職責 那他講得明呢 國安委的職責呢 是有三點 第一分析研判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形勢規劃有關工作 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政策 第二推進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基建建設 第三協調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重點工作 進入獲重大行動 其實聽完這三點 基本上什麼都是他 維護國家安全這個大題目之下 他做什麼都可以了 那跟著呢 他這個第十四條 其實還有一個總結的 他就說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 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任何其他機構 組織和個人的干涉 工作信息不予公開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作出的決定 亦都不受司法覆核 即是法庭都管不了 這個就是第十四條的全部內容 那跟著呢 第四十七條 就是另一條要懂的話 說什麼呢 這條說短很多的 他就說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中 遇有涉及有關問題 是不是涉及國家安全 或者有關證據材料 是不是涉及國家秘密的應對問題 的認定問題 應取得行政長官就這些問題發出的證明書 上述證明書對法院有約束力 這個呢 就是第四十七條的內容 那跟著就要說一下今晚呢 人大常委會現在出來說進行了釋法 他有三點釋法 那三點釋法又說什麼呢 第一點就是關於人大釋法的內容 就是針對第十四條 那這個的國安委呢 根據第十四條 是有權對於是否涉及國家安全問題 作出判斷和決定 他的決定呢 是具有可執行的法律效力 香港特區行政、立法、司法等機構和任何組織 都要尊重和執行 這個香港國安委的決定 這個就是人大釋法的第一點 是針對第十四條的 那跟著呢 第二點了 那就針對第四十七條了 那人大釋法是這樣說的 他說特區法院在審理國安案件中 遇有涉及有關行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 或者有關證據材料 是不是涉及國家秘密的認定問題 應當向行政長官提出 並且取得行政長官就這些問題發出的證明書 這些證明書對法院有約束力 這是第二點釋法 第三有關不具有香港特區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 是不是可以擔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問題的辯護人呢 即是黎智英是不是可以請海外律師代表他呢 那第三點釋法就說 這些是屬於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七條 所規定需要認定的問題 應該取得行政長官發出的證明書 如果特區法院沒有向行政長官提出 並且取得行政長官發出這個證明書 這樣香港的國安委 就應該自己根據國安法第四十四條 履行職責就這些問題作出判斷和規定 這個就是人大釋法的內容 所以如果大家剛才有聽我說 原先的條文和釋法的內容 簡單來說我覺得你拼在一起會看到什麼呢 就是即使沒有這次人大釋法這三點 其實只要拿回原先國安法那兩條條文 其實特區政府已經可以做他現在將會做的事 因為你看看雖然表面上他們有些字眼是有些不同的 例如第十四條 原本就沒有某一句 但是人大釋法就加了上去 就是哪句呢 就是香港特區行政立法司法的機構和任何的組織 都要尊重和執行國安委的決定 他好像原先的原先第十四條沒有那麼清晰 說你個個都要聽話的 現在釋法就說得很清楚的 但是就算第十四條原先沒有說難度 行政立法司法一旦這個國安委有任何的決定 難道大家覺得我們的行政立法司法 今時今日會不聽國安委的決定嗎 根本都不可能了 在現實現在這個世界 所以他認識和不認識是沒有分別的 針對第四十七條 其實人大的釋法就多了什麼呢 就是說你法院審理這些國家安全的案件 你一定要去問行政長官拿的證明書 由他去判定什麼是國家安全什麼是機密 他現在釋法就很清晰就要法院這樣做 但是即使原先的條文第四十七條 沒有叫法院一定要做 但是他那個情況已經說了 行政長官是有這個權力就要去做 當法院沒有去找他的時候 其實他自己已經可以舉手做了 所以客觀效果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你拼起來就看 整個釋法呢 只能夠用一句說話說 就是畫公仔畫出腸 但是他是不是增加了特首啊 增加了這個國安委的權力呢 其實如果你想起國安法當時那個頒布的時候 大家那個解讀呢 其實他並沒有這次釋法 是要特別去增加的權力的 只不過呢 你反而可以這樣說呢 他是認為呢 原本國安法已經可以針對這些條文呢 是可以處理到 但是你特區呢 就反而沒有去處理喔 所以他現在呢 其實他是 叫你呢 你就可以用這些條文呢 去這樣做 畫公仔畫出腸就是這樣的意思 你看到李家超呢 現在出來 今晚啊 九點半的時候見記者 他提到呢 現在政府會做什麼呢 首先呢 政府會去看看是不是修訂 這個香港的法律人員執業條例 就由那裡正式去解決 究竟 所謂香港沒有全面執業權的海外律師 是不是可以去做這個國安法的案件 那當然政府就是覺得不可以了 所以他就會用自己去修訂法律 這是第一 跟著呢 李家超就說 我們都會再看看 其他去維護保障國家安全的立法 是不是要怎樣加快去做 那這裡就提到23條 跟著第三點 就說 究竟我們會再看看原有 我們現在的法律是否可以激化 激活它 再用來保護國家安全 提了這三點 就說現在呢 因應的釋法呢 我們會這樣做 怎樣怎樣怎樣 你聽這段說話呢 多多一點 譬如我聽在耳中還有一種 好像呢 剛剛被老闆罵完 覺得你呢 都不懂得做事 於是呢 就趕快回商賭籠去想 哎呀 糟了 我現在要怎樣補和呢 我要怎樣做呢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意味 那整件事看出來呢 就是 我不知道從北京眼中 會不會覺得呢 真是多次一舉 其實你不懂 你都可以 特區政府本來已經可以利用 言有條文 達到 同一個效果 但是呢 你就擾讓了一番呢 現在就要人大常委一下 北京出手去做 那看回呢 如果你做一個呢 去檢視 去一個檢討呢 會不會 全香港 最不熟 國安法 最不熟書的那個是誰呢 律政司司長 大家真的想了 如果黎智英案 一開始 請不請海外律師的時候 律政司已經懂得在法庭上 因應這個十四條 因應四十七條 有國安委的角色 有行政長官的證明書 已經提到法院 大家覺得 法院的判決 會是怎樣呢 我覺得答案 其實每個人都清楚 以今時今日的環境 這樣你看回的時候 是不是 律政司 當時就漏了招 在法庭上沒有第一時間 因應國安法 賦予他一些條文 所有的權力 他就盡力 去為他自己的立場 去爭取 其實原來 從北京的角度 可以覺得 國安法已經給了子彈 給了彈藥 但是你上到戰場 在法院裡 你竟然不適用 你提都沒有提過十四條 你提都沒有提過四十七條 是嗎 那真的不屬於書 現在做某些職業 例如公務員 或者教師 有些要考基本法 有些甚至要考國安法 那會不會 你看回這次案例 原來 最不屬於書 最不屬於國安法 那個 是你特區政府的高官 尤其是 習無旁態 本來律政司 是應該最熟的 但是 他似乎就 我就不太熟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這個原因 林定閣今天 就沒有出來 這個就是我的高度總結 跟大家交流一下 多謝大家收聽 聊到這裡 拜拜